因為有些東西是真的很好用的 我們現在回到Praise來 我們剛剛講的如果假設你簡報做好了 您可以從這邊 在它的 因為這邊我再插入簡報 我先把它關掉一下 您如果做好了它在右上角有一個Share 事實上這個部分您都不需要個別再按存檔 因為它一段時間就自動幫你存檔 就是自動幫你存檔 您有沒有發現這Share的下面有兩個 如果說您要下載的是所謂的離線的簡報 也就是我今天網路不通或者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您可以直接用這個 下面這個叫Postbook可惜式的簡報 它本身就會把Viewer帶在裡面 就是那個看的存檔 事實上我們的Power也有這個功能 它的功能叫做封裝成光 也就是也許我們學校 或許有學校它用比較新的Office的版本 那拿到2003、2007就打不開了 怎麼辦 那就要用比較新的版本才能夠開嘛 可是人家讓你又沒有裝啊 這個時候它就有封裝成光 這個檔案裡面就要封裝成光 那這裡也是一樣 好 我就把它先按一下 這之後它會準備一下 準備好了 它就出現一個那個下載 下載畫面給你看 那如果您要把它變成像我一般簡報上 一張一張的 也就是說我們左手邊這邊 本來不是就有一張一張的Stile嗎 對不對 那如果您要做成講義 它就是變成所謂的PDF 在這裡 變成這個PDF 有沒有 PDF就會把左手邊這個變成一頁一頁的 變成一頁一頁的 讓你直接下來方便你去做列印這樣子 這只是這兩個差別 所以您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這個已經OK了 這個 按了之後它事實上會出現一個那個框框 只是現在還在跑 正常來講的話會像這樣 來我找一個其他的給您看一下 好 您看在 好 先政府 這裡 這裡就有個離線簡報 你把它解壓縮以後 它會像這樣 直接打開就可以用了 咚咚 好 剛剛那個對話方塊跑出來 好 打開 它這個部分是沒有連上網路的 好 沒有連上網路 所以你們不需要擔心 就打開就可以在您電腦直接看這個簡報的內容 好 只是它前面有在做這個解壓縮的動作會要一點點時間 好一點點時間 好 一點點時間 它的整個這個Place的大小大概五百五十幾MHz 有沒有發現這樣我就可以在自己的電腦裡面去做離線的簡報 好 好 那這個就不受影響 只有一個有受影響 就是如果您是有插入那個YouTube影片的 因為那個影片並不在你的簡報裡面 所以它還是要連到網路上 好 如果你本身沒有YouTube影片 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插入影片之後就是用自己的 那就不受這個影響 可以 好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點 就是 做完了之後呢 這樣子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 所以這個檔案大概就是 像你所看到的大概五十幾MHz左右 好 五十幾MHz這樣子 那最後呢 如果你的簡報 老師您不希望就是 它 變成所謂的公開的 有沒有 我們剛剛講到啊 如果你變教育版 你就可以設為公開或私人的 怎麼辦呢 你們在這邊 你們看一下喔 當我們 進到簡報裡面來的時候呢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一個叫Pubbit 預設都是Pubbit 公開的 您可以從這邊按一下 好 它就有幾個權限 私人的 Hidden的 對不對 還有Pubbit 還有Reusable 那這裡有什麼差別 私人的沒問題 就是連看都不能看 有超連結 Hidden代表說 不會被搜尋看到 只有知道我超連結的人 才可以看得到 因為搜尋已經找不到 另外呢 Pubbit就是大家搜尋已經也看得到的 Reusable 也就是說 別人可以拿你的簡報再複製一份 Pubbit 只能看不能改 這樣應該就很清楚了吧 所以你了解那個權限之後 預設在這邊 那如果您本身已經是什麼 已經是這個叫做 教育版的 您可以直接拖曳就好 有沒有 這樣就OK了 它就會變成私人的簡報 實際上它還可以 線上共同編輯 簡報說我跟你有沒有 我可以把別人加進來 兩個人就可以一起 在線上完成這個簡報的內容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點 所以主要會像這樣子 這樣 您大概了解 所以以後呢 您看您的簡報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就會有一個 You will press你的內容 就會通通出現在這裡 好 通通出現在 如果有某些簡報 你比較喜歡的 你也可以去把它加進來 又有點類似叫做 我的最愛 所以你看看 在看別人的那個 看別人的這個 Fillify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也喜歡哪些簡報 他會把你列出來 好 他會把你列出來 你看在這邊 有沒有 這是我公開的有11個 那下面有沒有 我喜歡的 有沒有 我喜歡的 他會把它公開在上面 給人家看到這樣子 OK 比較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大家 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你又不能安裝 也許你沒有辦法 稍微實力操作 但是您稍微了解一下之後 回去真的可以稍微玩看看 那我們 分享的免費軟體有很多 有興趣的 您可以再參考一下 好不好 今天可能 有稍微耽誤大家 一點點時間 比較不好意思 請問大家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有提供售後服務 教學家 要提供售後服務 所以如果萬一有問題的 在您的那個上面 或者您有我剛剛講的 關鍵字 都可以找到我上面有 我上面有 下面有我的聯絡電話 Email跟Blog 當然你知道關鍵字比較快 好的 歡迎你 因為 可能你的問題 只是我沒有發現而已 搞不好你的問題 就是以後我的問題 好 謝謝大家 謝謝